全球盖来是美国反主流文化代表刊物之一 内容包括新产品与新知识 号称要让它的读者具有远见 乔布斯深受其影响 1997年他重回苹果刚刚执掌大权 曾找广告公司制作了一个名为非同凡响的系列广告 这则广告并没有展示任何苹果的产品 而是赞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们 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激情 乔布斯年轻时所接受的文化熏陶 就以这样的方式影响到他主持开发的每一个产品 三 当然乔布斯的成功不仅源于个人的追求和探索 也是时代大潮推动的结果 在乔布斯10岁那年 也就是1965年 开创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提出著名的摩尔定律 预言集成电路的性能将会每年翻一番 到了1971年 英特尔造出了微处理器 为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 点定了基础 在乔布斯20岁和沃兹尼亚克 一起创办了苹果电脑的那一年 正是各种个人电脑纷纷面世的时候 如果晚几年 可能就不会有它和苹果的辉煌了 1960年乔布斯一家搬到了加州的深井城 10年后有两件事对乔布斯意义重大 第一呢 这个城市和周围几十英里的地方有了一个新名字 硅谷 乔布斯发现他周围的大人们都在研究一些很酷的东西 比如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雷达 第二呢 正在读高中的乔布斯遇到沃兹尼亚克 沃兹尼亚克是一个比乔布斯更宅 技术更好的极客 两个人都热爱电子技术 都喜欢恶作剧 很快成了一对好伙伴 但不同的是 沃兹尼亚克更内向 腼腆 更喜欢钻研技术 对他来说 用技术实现一个功能 这本身就是非常开心的事 而乔布斯完全不同 他外向充满激情 喜欢和人辩论 于是在合作中 性格差异自然形成了分工 沃兹负责造东西 乔布斯负责卖出去 两人就这样 结成了一对商业拍档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是造出了一个能够骗过电话公司 免费打长途电话的蓝盒子 他们先是拿来恶作剧了一番 例如打到梵蒂冈 自称是美国国务卿 要求跟教皇通话 然后乔布斯想到 用这个蓝盒子赚钱 就跑到学校里 一个一个宿舍敲门推销 最后用150美元一个的价钱 卖出去100个 乔布斯后来说 沃兹和我学会了怎样合作 我们也获得了信心 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技术问题 并且真的白协发明投入生产 如果没有蓝盒子 就不会有苹果公司 时间到了1975年 一家叫阿尔泰的公司 造出了一台名为8800的微信电脑 虽然这家公司和这款电脑 早已淹没在时代大潮中 但它却催生出两个 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 一个是微软 一个是苹果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和保罗艾伦就靠着给这款电脑 开发Basic语言挖到了第一桶金 而沃兹尼亚克则受8800的启发 设计出了苹果一型电脑 这才有了后来的苹果公司 沃兹尼亚克本来想把他的设计 免费分享给所有人 是乔布斯说服他 把电脑组装出来销售 当地一家电器商店的老板很感兴趣 乔布斯就杀上门去 向他推销 最后拿下一个50台的大订单 他把沃兹和一些亲戚朋友 拉到自家的车库里 组装出电脑 卖了25000美金 这就是苹果公司的第一单生意 1976年 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正式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乔布斯那阵子常去一个水果农场打工 递交公司申请前 他刚修剪完苹果树回来 于是就想到用苹果这个词给公司命名 他觉得苹果能让电脑听起来更亲切 更平易近人 而且苹果的英文以A开头 能让公司在电话簿上排在前面 说白了 苹果这个名字源于灵机移动 起名的时候 他根本没想太多 1977年 沃兹尼亚克拿出了 苹果二型电脑的电路设计 乔布斯找人设计了电源和外壳 最终制造出一款成本低廉 性能优异 又简洁大方的电脑 苹果二型一经推出 大受欢迎 全系列总共卖出去 接近600万台 鼎盛时期 占到了个人电脑市场 36%的份额 成为了第一款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个人电脑 苹果电脑呢 也因为这款产品一炮而红 1980年苹果公司上市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争相认购 创下了自1956年福特公司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 到了这一年的12月 乔布斯的身价啊 暴涨至2.56亿美元 而这时他不过25岁 四 苹果的迅速崛起 让乔布斯少年成名 但是 在苹果公司的董事会看来 乔布斯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管理者 只是一个西海岸的毛头小伙子 因为乔布斯不修边幅 经常好几天不洗澡 一个投资人还不客气的说 他是连人都算不上的怪胎 苹果的第一位大股东 麦克马库拉也抱怨说 我们不得不在开会时 看着他的脏脚 要么把他请出门外 让他去洗个澡 而乔布斯身上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卫生问题 他喜欢控制别人 而不喜欢被人控制 就连他的好伙伴 老好人沃兹尼亚克 也都有点受不了乔布斯 在开发苹果二型电脑时 沃兹尼亚克就为了电脑的设计 跟乔布斯大吵了一架 虽然后来两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但沃兹再也没有参与 乔布斯牵头的任何项目 苹果二型电脑之后 乔布斯对自己的技术判断过于自信 电脑设计不考虑具体需求 结果从1977年到1984年的七年里 苹果没能再推出一款成功的产品 首先是苹果三型电脑遭遇滑铁路 这款电脑机箱太小 还坚决不使用风扇 导致机箱内温度太高 电路板会自己松动脱落 甚至插进去的磁盘都会融化 故障率极高 成了彻底的灾难 接下来的LISA电脑项目更是一片混乱 乔布斯只在项目组里待了9个月 就被董事会一脚踢了出去 愤怒的乔布斯拉人组建了一个团队 以海盗自居 搬到公司外面的移动大楼 开发一款称为麦金塔的新型电脑 这个原本东拼西凑的团队 拧成了一股神 他的狂热和坚定感染了所有人 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伟大的产品 从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所以啊 尽管团队每周工作90个小时 尽管乔布斯时不时的大发雷霆 把别人的努力贬斥得一文不值 但很多麦金塔的开发成员仍然认为 能和乔布斯并肩作战 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事 说到这里呢 不得不提到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 这个概念来自著名的科幻剧《星际迷航》 在剧中啊 外星人用精神力量扭曲了现实 而麦金塔团队里的人很快发现 乔布斯就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一名软件工程师是这样解释的 有他在的时候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 还有人说在跟乔布斯交谈时 会莫名其妙的就被他说服 认同他的异想天开 乔布斯就是有这种神奇的精神力量 在他眼里呢 现实是能随意揉搓的橡皮泥 他会跟团队说 我们能用更短的时间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我们正在开发的产品将会改变整个世界 这并不是欺骗 他是真的相信 而当一个人真的全心相信某件事 并为之努力时 他身边的人也会被感染 甚至开始觉得 说不定他是对的呢 说不定我们真能改变世界呢 乔布斯的精神力量还体现在 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 看穿别人的直觉 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直击对方心灵最深处 抓住别人最软弱的地方 让别人为自己所用 例如他在招募当时的营销奇才 百事可乐公司的约翰斯卡利 加入苹果时 他就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想卖一辈子糖水呢 还是想抓住机会来改变世界 斯卡利就因为这一句话 加入了苹果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 他也只能承认 乔布斯能够很好地判断一个人 并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赢得那个人的心 正因为如此 这个不到50人的团队 在资源少于IBM 施乐等竞争对手的条件下 仍然开发出了 引领时代的伟大产品 麦金塔电脑是第一款 应用图形化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 这比微软的第一代 Windows系统还要早5年 但是麦金塔仍然重复了 苹果3和Lisa的问题 设计与具体需求脱节 为了控制价格 麦金塔的硬件配置较低 但是图形化系统会占用大量内存 这导致系统使用起来很不流畅 而麦金塔没有插槽 用户无法自行升级和扩展 不借助特殊的工具 甚至连机箱都打不开 乔布斯还取消了键盘上的方向键 逼着用户习惯鼠标 习惯图形化的操作界面 更逼着开发者专门为麦金塔开发软件 以至于上市的第二年 可以在这台电脑上运行的软件 仍然寥寥无几 结果是麦金塔的销售不如人意 到1984年底 每个月只卖出一万台 是预期的十分之一 麦金塔在市场上的失利 让苹果公司董事会 对乔布斯失去耐心 1986年 董事会考虑撤掉乔布斯的职务 让他去组建一个产品中心 负责新产品的研发 乔布斯拒绝了这一要求 还私下串联 想要把当时的CEO 斯卡利掀下马 这一次 董事会没有再容忍他 乔布斯被撤掉了所有实权 1986年9月 乔布斯在董事会上宣布离职 然后就这么离开了 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电脑 我们可以将麦金塔电脑的失败 归咎于错误的市场策略 归咎于乔布斯未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优化产品 但我们必须承认 乔布斯对市场 对公司 对自己的判断都过于主观 不过 当乔布斯在20年后重回苹果公司的时候 他将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状态 带领苹果再上巅峰 关于这一段经历 我们将在本期节目的下集为你介绍 好 史蒂夫乔布斯传这本书的上集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